早安现场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现时间早晨的7点17分53秒了 我是夏志平 大家早安 我是张宛如 众所瞩目的朱席会在昨天正式的落幕了 那么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也回到了台湾 那么当然今天的平面媒体上面有大篇幅的来报道 到底两岸关系在这场朱席会之下会有怎样的进展呢 而且大家关注的是 在两岸关系的进展之余 那么台湾未来的国际参与空间又在哪里呢 待会我们都会请今天的受访者来告诉您 我们很荣幸今天会在节目中为您来连线 文化大学中山与大陆所的教授蔡伟 蔡教授蔡老师一块来解读 老师您早 主持人早 是老师我们看到朱席会的意义在哪里 首先我先点出一点 就是这次朱席会不仅是2009年7月以来 国共两党领导人的首度会面 也是习近平掌权之后 国共领导人的第一次会面 所以大家很关注 这次朱席会它可以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突破呢 刚刚我们在新闻里面讲了非常多不同的新闻报导的面向 那是老师您看到的最大突破点在哪里 如果用突破这个字眼可能稍微重了一些 我个人认为其中有几个比较值得一提的事情 但是你说它是有个重大的突破 倒也未必 那主要观察的就是 当然还是九二共四 双方面也在统正这个东西 所以就某种程度来说 两党的领导人都希望在既有的基础上 这个既有的基础包括两岸 这七八年来关系改善 另外一个就是在联合五会以后 后来的九二共四这些东西 在这个基础上继续的巩固和传承 第一个是巩固 第二个是要传承 第三个就是要伸化和发展 大概把握这四个基本的概念之后 我们再来谈一些具体的事情 那要巩固九二共四 规范九二共四 然后把它进一步有所提升 这个才叫做突破 对可是我们看朱立伦这次去大陆之前 大家很期待能伸化九二共四 到底怎么个伸化 老师你有看到吗 事实上朱立伦特别提到了 这个尊义吧 求同尊义什么 尊重的尊 尊重的尊 那另外他在这个跟习近平对话的过程中 也特别提到了两岸同属一中 这个前提之下的双方面 对于这个一中的内涵有不同的表述 对不对 这就又回到九二共四最先的原点 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但是从朱立伦的嘴巴里面讲出来了 两岸同属一中 这个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就我们所了解 台湾在过去一段时间 我们一直强调各自表述 那中国大陆则是坚持这个一个中国 那这一次从朱立伦的嘴巴里面 讲出来两岸同属一中 也就是有些学者所建议的 如果将来两岸走向这个共表一中 或者是一中共表 这个说不定是一个未来扩大交集 这个往前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 我们期望双方面是不是在这一方面能够有进一步的作为 是 老师我想请教您 就是照昨天看到的这一场主席会里面 我们原本说不定有些人是期望很高 但是现在来看好像没有那么大的期待 我个人也是觉得基本上双方面都坚持自己的原则 守住了底线 但是展现了善意 还有一些诚意 愿意用包容的态度 态度上都是非常的和缓 但是立场上都是非常的坚定 那比如说中国大陆他并没有做出过度的承诺 他谈了一些东西 那朱立仁也讲了一些话 那朱立仁讲的话 他基本上当然很大的一部分是反映台湾的民意 但是一方面他也是有台湾内部政局的考量 他必须讲这些话 那中国大陆有一些正面的回应 比如说亚投行 这个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事情 那国际空间 这个大陆基本上只要不涉及两个中国一中一台 他基本上只是经贸方面的 他也基本上不持意义 那但是在用语方面 中国大陆明显的看出来还是非常的谨慎 比如说台湾我们讲的是外交 就是国际空间 但是你看习近平在回答谈话的时候 他讲的是涉外事物 他就避免了那个牵制到国家 避免国际这两个字 对他就避免了这个东西 所以我是觉得他一方面肯定了国民党过去执政以来 两岸关系改善的这一种政绩 这个是给国民党的温暖 给国民党的肯定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也同时坚持了这个九二共识 还是两岸政治对话 这个政治互信的一个基础 对不对 虽然这次他没有再提这个基础不劳 地东山摇 他没有再提这种威吓的言语了 但是万变不离其中 他的原则的坚定性还是在的 易教老师您看啊 就是之所以习近平或者是中国大陆 这一次的反应是比较偏向于平静啊 会不会跟目前台湾的政治氛围是有关 我们这样来看 这个朱立伦他已经一再说 他不会参选2016 虽然尽管今天有人说 他可能是一个还是一个活局啊 对不对 那么会不会是朱立伦 其实这个中国大陆也已经闻到了味道 就是说好这个国民党可能未来万一不再执政的 他的话 那我没有必要在这样的一次会面里面 给你什么承诺 你讲的就没有错啊 双方面我觉得都有隐隐约约 心里面都有台湾内政的考量 都有选举的顾虑 对不对 但是这个应该是属于 这是考量的因素之一 最重要的双方面 都还是要有一个 尤其是中国大陆 他要有一个所谓的战略的高度 他要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他不希望因为一时的这个人 或者是或者是政党的轮替 而破坏了他追求国家统一的这个战略规划 没有错 他确实是有这个台湾内政的各方面 各种各样的考量 但是他今天他基本上 他是站在那个提纲窃领 站在那个战略的高度来看待问题 所以他他以前一再也讲 他希望两岸关系能够制度化 能够法制化 有一定的机制 使得两岸关系不会因为个人 不会因为某些人的某些政党的意识形态 或者是因为台湾中将这个政党轮替成为常态 在这种情况之下 是两岸关系受到波折起伏吗 中国大陆他基本上 他是从那个战略高度 那个格局他来看待问题 所以他该守的东西他是守住了 该有的善意包容的态度 他也展现出来了 但是过当的让步 除非是国台办或者是外界贸部 或者是其他的部会 有过具体的建议 说是这个事情是可以讲的 可以做的 要不然习近平以他的高度 他只能够 只会从这个大局出发了 他会谈一些原则的东西 他不会谈太具体的事情 是在这场主席会 的确台湾媒体很关注 我相信关心两岸的这些听众朋友 您也都看到了这些后续的报道 我们在今天特别访问到 两岸关系的专家 文化大学蔡伟教授 来跟大家解读 朱席会 朱立伦跟习近平会面之后 两岸关系是不是有一些更进展 或者是更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 蔡伟老师 刚刚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 在民进党这边 也做了很多的回应 叫做两岸同属一中 我想这个词 解读有各式各样的一个角度 那我们先讲民进党好了 民进党昨天 中国事务部主任赵天伦 一句说 两岸同属一中 这样的说法 在主权立场上是明显退让 而且将台湾国际参与 限缩在九二共识 一中框架之下 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 所以势必朱立伦 会再不断的 一二再再二三再地被媒体追问 或者是被民进党再次的去询问 你到底讲两岸重属一中 是什么意思呢 那老师 这个民进党对于朱立伦 回来之后 势必有很多的一些 这个他们的角度的分析 他们角度 老师你怎么样来看 民进党的回应 第一个从政党政治的角度来看 他们的批评我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政党基本上就是 要扩大彼此之间的分歧 指摘对手 对不对 然后追求自己的政党利益 推销自己的价值观念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完全的可以理解 但是你从另外一个 很客观现实的角度来说 从中华民国宪法的角度来说 中华民国的主权 基于中国大陆 对不对 那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的宪法也喊关台湾 那两岸在法理上 基本上两岸同书一中 这个是没有错的 对不对 那这是国民党的基本信念 国民党至少 他在目前他追求的是 这个主张的是 不同不独不武 但是在法理上 他还是追求国家统一 只是他这么多年来 基于各式各样的考虑 他比较相对来说 不再强调这个东西 但是从法理的角度来说 这个两岸同书一中 这个事实 那只是说我们 必须要强调的 政府和国家 我们必须区别对待 那两岸在某种程度上 是主权重叠 但是台湾确实是 有人讲了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但确定不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审 对不对 所以就把这个国家和政府 把它区别开来了 不过民进党是认为说 两岸同属一中 这个词 这一句话 似乎是更倾向于 北京一中框架的内涵 其实我们主张 就中华民国政府的角度来说 北京主张的是一中框架 我们也主张一中架构 对不对 所以就国民党的 价值观念 意识形态 或者它的核心价值 它还是追求国家统一 民主富强 基本上它这个立场是没有错的 国民党的 就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父好了 这个孙中山先生 他最后的一言还是和平奋斗救中国 对不对 那追求一个统一的中国 这个是没有错的 对不对 所以从国民党的 民党它是为了反对 为了它自己的意识形态 政党利益 它必须有所批评 这个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从法理的角度 从国民党的政治立场来说 讲这个两岸同属于中 本质上是没有错的 当然因为这个话 因为以前少讲或者是没讲 那讲出这个话来 那可能对某些人来说 这个听得非常的刺耳 觉得非常的震撼 但是就法理上来说 就政治态度来说 基本上是我们可以理解的 是我们看到这个民进党对于 国民党不管有什么动作 只要跟两岸有关的 都说你给我说清楚 要不然你就是黑箱 对对对 扣上红帽子 对对对 可是问题是 面对媒体去询问蔡英文 你的主张是什么呢 对 他却从来不说清楚 民进党就是 大家讲说他是逢中必反 另外他就是会 擅长给人家戴帽子 打棍子 对不对 他甚至于说 非常擅长的东西 对啊 他甚至于还说 两岸关系不是权贵关系 这是 其实这是一种暗指吗 这又来了 这又来了 所以就是又回到我讲的 他擅长给人家戴帽子 打棍子 穿沙子 对不对 那这个是民进党 他的草根个性的一部分 但是我们只是希望 大家非常理性务实的 来面对当前的困局 就是中国大陆四个因素 这个因素会长期的存在 而且这个因素会越来越重 现在面对中国大陆的崛起 那台湾 面对的这个情况是 我们离中国大陆非常的近 我们距离上帝太远 而且上帝还未必一定站在台湾的这一边 那你怎么样理性务实的来面对 中国大陆的成长 茁壮我们利用中国大陆 作为我们发展的复养 然后侵略中原 这个其实很多事情 就是在你怎么样改变你的思维 都是在一念之间 是 眼前来看了 中国大陆似乎是对民进党 应该是会持续停留在 听其言观其行的这个地步 可是面对国民党呢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 就是说 反过来看 国民党会不会是希望 藉由这一次的朱席会来提振 或是凸显国民党 在两岸议题上面的优势 当然今天大家都会想说 既然这个朱立伦 要不要参选2016还是火局 老师你怎么看 在这个朱立伦 有没有可能改变心意 我想在主观上 国民党希望 这个能够得分 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 但是在客观上 在时间很有限的情况之下 再加上朱立伦 他成长的背景 他所受的专业训练 相对来说 可能比较保守 比较精小胜微一些 如果积极的不能够得分 至少消极的不要失分 对不对 不要给台湾民众 造成不当的错觉 不要给民进党 扣上红帽子 当然这里面 其中又有一部分 就是牵涉到所谓的 意见领袖的知识分子 是不是能够在第一时间 正确的解读 正确而且全面的解读 这次主席会 各方面的意涵 然后让一般的民众 听众或者是读者 不会受到片面的资讯 做出误导或者是误判 我觉得这个包括国民党 包括共产党 包括民进党 三方面都在争取 甚至于国际 争取国内民众 争取这个话语权 能够把正确的讯息 完整的呈现出来 让民众去做个判断 做个选择 老师很吊诡 其实两岸关系 一直都是国民党 所谓的强项 其实是2008年以来 两岸关系就有迅速的发展 这也是跟过去 民进党执政时期 所不一样的 那朱立伦这一次大陆行 也特别强调说 两岸交流应该有 两年轻人的参与 对对对 和平的红利应该是 大家来共享 而不是过去被在野党说 对少数财团跟权贵所有 所以国民党现在也要 发展两岸关系 但更重要的是全民共享 对我觉得这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两岸除了我前面提的 这个巩固传承 深化发展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 和平红利要能够 让多数的民众 能够同时分享 对不对 所以才有三中一清的 这个讲法 所以他这次去 才带了一些年轻的朋友 去参与这个国共论坛 这些活动 我觉得国民党 当然理解到 这个两岸关系改善 是个事实 老百姓要和平 要安定 要发展 但是这个发展的和平 发展的这个红利 应当由多数的台湾民众 能够共享 我觉得国民党 透过上次选举的失败 还有整个社会 各式各样的抗争 国民党从过去的这种经验里面 学到了一些教训 它尝试在这一方面 做出新的努力 那中国大陆也理解这个东西 也在尝试 就讲说是两岸交流 交流要相互理解 要心灵的沟通 然后要利益的分享 我觉得方向是对的 但是怎么样子 把它非常具体的落实下来 这个我们还有待 进一步的观察 好的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 为您访问到 两岸问题的专家 这是文化大学的 中山与大陆研究所的 蔡伟蔡教授 请蔡老师跟大家分析 有关于在昨天 所进行的这一场 众所瞩目的诸席会 我们可以看到那些东西 我们可以解读出 哪些讯息来 老师我们非常谢谢您的分享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拜拜